謝謝 尚學院 打算 因為時間有限 然後我等下講的地方太快的話 大家應該是一大大找我聊一下 然後我們這次也有準備很多明星片 大家跟我們所取的 我是這次發泄的代表我們的健心 我先講一下,我用一部老電影來介紹一下 其實台中有一個美名叫做創業資源沙漏 這個時候我們就來對照一下這部老電影叫浩劫重生 來個茶樓掃,我們來對照一下 其實創業其實就是跟浩劫的主題一樣 我們可能找到一個機會點,或是說我們有些想法 我們想改變現在的生活,或是改變現在的處境之類的 那我們可能就會找我們倉促成軍 就可能去突發電話去籌措我們自己想要的實驗體 那可能就像不像三分一樣,可能你花半年時間 花一個月的時間,甚至有可能你只花一周的時間 就把一個很勉強的一個model給你做出來 好,那我們甚至只要在台灣的話 你一定會準備看一個兩成即時,來希望自己開業順利 那我必須說,其實我們經過那個人力共同統計 在台灣的創業團隊有高達百至75以上是會失敗的 那這以失敗的定義是指它沒有辦法研究定義 好,那我們再想一下,目的到底出在哪裡 其實我會覺得它是出在,我們其實創業者都花了很多時間在做自己不擅長的事情 可能你自己的回心價值以外,我們還會做很多 呃,理論上應該是其他團隊要做很多的東西 呃,他不理我 呵呵呵 好 好 所以可能就是包三包滿,你必須要十八五一樣樣都可以 那不論是學校政府還是相關的團體都好 他們其實都使得去開辦很多的課程 讓大家,呃,我覺得他們的目的很簡單 就是他們希望可以提高你的創業知識來降低這個失敗率 但是就著我們自己是,呃,也是創業者,成績也創業者的心態來講 我覺得,其實我們要的不是這些課程 然後我們會召喚這個協會職位說 我們要站在創業者的角度去爭取我們真的需要的資源 那我自己的心得很簡單 就是,真正的資源就是我要收入 沒有收入什麼東西談 好,那 那 呃,不論你,呃,大家在創什麼業來講的話 應該都,基本上都淘汰不了這個整個大規模 就是那個產業鏈 好,那其實我們呢,協會的理想很簡單 就是,我希望每一個環節 都有我們的創業家,而且都是我們的成員 那這樣子來創成一個,一條的服務 就像紅牌一樣,有沒有 一條聖誕到底,然後全部都把它賺 但是沒有,我們就用協會來做美額的方法 好,那你可能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理想 或它是這個公談 那,雖然我們是仇做半年 甚至現在還沒有過完 還在等政府公問 但是這半年時間 我們至少還找到 呃,對應的很多的,呃,同好 然後跟願意聯盟的,呃,公司 好,那其實,我們這樣的話 跟其他的創業團有什麼不一樣 或是跟其他的協會有什麼不一樣 是因為,呃,你 你獲得的所有資源都來自於別人的,呃,專業 就例如說,呃,剛剛不是講嗎 失敗的原因有可能是因為我花很多時間 是在做我們自己不擅長的事情 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你自己不擅長的事情 可能是別人的專業 所以我們希望用這樣子,呃,工需的平衡 來解決創業的這個,呃,失敗率 好,那我必須,我必須說 因為創業,呃,我們現在的籌備團隊其實不到十個人 那,能做的事情有限 創業其實它非常,呃,我們在所有 創業你所用到的的所有資源當裡面 我們找出四個最重要的,然後蠻衍生氣的計畫 就是,你只要有踩到創業這條路 一定會用到的四個東西 就是,銷售通路,印尼採購物 那,還有換換空間跟資金來源 尤其是資金來源 好,那我們就這四個元素 其實我們做了七個計畫 呃,我們先從手作者這邊講 因為大部分的協會或是,呃,文創協會也好 就是團體都好 其實他們都很忽略手作者這些區塊 呃,就像最近的新聞就是 台中那個水南市集,不是剛開幕嗎 其實,哦,對,其實我一直不懂 夜市就夜市,為什麼叫文創夜市 對啊,不瞭解 好,所以我們希望就是改變 我們現在也叫文裝協會嗎 那我至少我就想要倒這個 就是,我至少真的在做 啊,他們所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會非常著重 把所有的資源都放在手作者身上 那,其中最妙的這個,這個計畫就是 呃,現在有很多新成立的咖啡廳 那,非常有特色 但是,只要是新成立的咖啡廳 那,很需要狀況品 那,這是一個需求嘛 另外一個就是,手作者現在的情況 呃,手作者現在只有兩條路 第一個就是網路上的賣 另外一個就是白塔 而且,手作時期現在越來越少 現在,後期的手作時期都很像是那個 台中的創業室一樣 就,不知道他在幹嘛 那,這個時候 然後兩個需求鏈 我們把它混在一起的時候 就等於這個專案 也就是說 我們咖啡廳可以免費獲得 這個手作者的產品 來做為他空間的狀況 但是,呃,所有的客人 就是我們去咖啡廳消費的客人 都可以當下直接購買這套產品 然後,而且賣出去之後 咖啡廳還可以搓成 所以,就製造一個雙贏的一個局面 那,第二個的話,其實就是 呃,怎麼才會辦 主題式的展演活動 也就是說,我們配合很多的特色空間 那,我們會做像成品的七事情 在這些空間裡面 然後,第三個其實就是 欸,怎麼多地方 好,結合前面兩下做曝光 呃,我們會在我們自己的 呃,咖啡廳裡面或是電子堡裡面 去重複的曝光說 呃,因為它是焦點那種的一個人物概念 就是做做做明 這個設計師他做了哪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 在哪一些咖啡廳有在賣 然後,來幫咖啡廳跟手作者 做從頭曝光 好,那第二個就是 特殊資源 我剛才講,呃,我記得我們有跟 呃,高雄一個很大的經銷小商 他旗大,然後他專門在賣所有的 3C店產品 那,他也願意就是承諾我們 就是給市場上,只要你是 呃,協會的,呃,會員的話 你會得到,就是市場上 保證最低價的,的,的 的,的,談稅的產品 然後再來就是,呃,做創空間 只要台中,呃,比較出名的 Coping Space 呃,其實我們都談過 然後甚至其中有幾家 只要換我們的名字 就可以直接打包,就是定打包著 那這樣再再的去降低 各位剛開始在創業的一個壓力 好 好 好,他又不理我 好,然後再來就是 麥克巴 其實台中雖然有私底下 有聚集一些Maker 但是好像還沒有像台北一樣 類似這樣的 Femin Lab 之類的團體 所以我們希望運用剛剛的 空間資源跟 硬體採購的資源 來成立這個麥克巴的計畫 然後 台中好像只有 公司來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希望是用 非營利組織來進入這個空間 這樣會最公正 然後第四個就是 可以幫我按一下,謝謝 下面 好,謝謝 募資平台 其實像我們常聽到的 我想就折折 然後翻來比例 其實還有一個在台中的募資平台 就叫做Rail 那我們覺得說 台中的資源 就應該留在台東 雖然我們現在來台北挖資源 我們就是要 他就願意承諾我們說 只要是我們的會員 那他會優先處理 甚至 他會使用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資源整合的部分 也就是說 募許的資金讓大家都可以賺到錢 好 那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 我同誠一下說 我協會到底可以 我也有創意做什麼 第一個其實就是 檸檬市經營 像我自己本業是做台設計公司 縱然從原本我一個人 到現在有四個人 但是對很多大企業來講 我還是三公司 那他可能不太會接受我的提案 那如果現在我加入協會之後 我就有一個早點數據跟他講說 我到底有多大團隊 就可以去爭取更大的案件 那第二個就是 內部資源整合 就是說 加入這個團隊的 會員也好 至少是我很確定 我不是在等機會 而是可以馬上獲取訂單 前提是你要符合他的資格 然後第三個就是 除了這些東西之外 我們還做了一下同意計畫 就是 我剛剛講 有Horio 有原物料 阿 好 我媽的小孩 對不起 那我就做了這個家福的計畫 就是說 我們幫家福的小朋友 做免費捐贈 電腦的這個東西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請直接GoogleHorio 然後這個案子現在正在線上 好 然後我只想告訴大家 就是說 加入這個區域之後 讓你創業 Don't worry 謝謝 然後這一個 是 這一個 就是 的 這一個 就是 我 神是 是 有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